什么是真见 每个宗派不一样 每个法门不一样 过有过的真见 尽宗法门的真见 就是一句弥陀 认知真见 阿弥陀佛忘掉了 明文立扬起来了 你就堕入摩羯去了 你要知道 你走到西方极乐世界这条路 你走到岔路上去了 如果不赶快回头 你肯定迷失方向 那真是万劫不复 他力妙法 善呼行人 七套法门 群贫自立 末世修行 多注张难 这一句十六个字 我们要记住 八万四千法门 哪一个法门 都要靠自己 自己断烦恼 正不提 在末世 在现前 这个时代 往后 修行 真的有可能 下面去列 这列入 冷言经中 光明行人 于禅观中之 五十种阴谋 干扰 我们这次 就不再 讲这个 五十种阴谋了 要讲五十种阴谋 大概二十个小时 还讲不完 主要知道的话 去看冷言经 冷言经看不懂 看朱节 冷言经的朱节很多 比较清显的 近代的 云阴法式的讲义 可以看 行人 震尽烧食 变心魔王 这一句 我们要特别 留意 那 五十种阴谋 音受无音 色受想行识 每一种里面 有十种母 五十种 你看看 色 这是外面有形的境界 也就是 外界的诱惑 其他四十种 是你内心的烦恼 一有祸 你就上当了 震尽烧食 你就变成魔了 你原来是佛 什么是震尽 每个宗派不一样 每个法门不一样 过有过的证件 尽宗法门的证件 就是一句 就是一句弥陀 正知 正经 阿弥陀佛忘掉了 明文立 扬起来了 就完了 你就堕入摩羯 去了 你要知道 你走的西方极乐世界 这条路 你走到岔路上去了 如果不赶快回头 你肯定迷失方向 那真是万劫不复啊 一万劫 你能不能找得回来 有问题啊 不见得能找回来 所以过去 人心善良 社会风俗沉厚 修道还容易 外面诱惑 没有像现在 现在的诱惑力量 比过去增长 一百倍不值 太可怕了 修复老同修 修过楞严 修过大天经的 知道 可是 能不能 对付 这些境界 很难讲啊 修修行 多在摩境界里 的人太多太多了 他在那举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要谨提 这是讲境界限界 佛境界限界 不做圣心 明善境界 若做圣界 极受群血 极受群血 这是 举这个例子 讲什么呢 烧石 震惊 一座路了 那么这一种境界 在现前社会 很多 见到的 位相 见到阿弥陀佛 见到祝福 查图 真有人见到 不假的 甚至有几个人 同时见到的 还有现在的社会 中国外国都一样 附体的很多 幻觉里面 产生的现象 也很多 这个里面有很多 佛境界 真的是假的呢 你要看了之后 不动心 就是真的 你要看到的时候 动心 你认识是真的了 错了 你要晓得 一切境界 现前 你如如不动 你是真的 境界 现前 你信心动摇了 你期望想了 你错了 你就上当了 那个境界 是魔境界 所以 境界 是魔是佛 不在外面 取决你内心 你内心 还是界定会做主 外面境界 都是佛境界 魔境界 也是佛境界 你如果 起心动念 或者生欢喜心 或者生 厌倦的心 全错了 你心动了 或者你 治疗 贪嗔痴 这就错了 不能被外头境界 所动啊 人家说 你是什么佛 再来的 你就真以为是 完了 你已经躲到魔境 去了 阿 你 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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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